这里是梅里雪山三脚下的宇峰村 我准备挑战这边最高难度的路线 神湖路线 据说完成的人连1%都不到 本来想去完成死亡率最高的虫草路线 可惜被封了 没办法 凌晨4点钟出发 全程来回要走十几个小时 必须要在太阳完全下山之前撤出梅里雪山 因为附近的大型野生动物特别的多 为了安全着想啊 问鸟先飞 走 今天的月亮好圆好亮啊 正式进山 这是一条完全没有被开发的路线 方向感不好的 不太正义大家来 我迷路迷了好几次了 吃一块小饼干 坐等日照晴山 人生头一回 靠那么近看到日照晴山 不滚仓了 大概走了四个小时 才走到海拔四千的位置 你看 树叶都已经开始结冰了 虽然今天大太阳天气好 我现在在海拔四千三百米 就可以看到神山之一 梅里雪山的最高峰 卡瓦格勃 到现在没有人马上出波 果然天堂在左 雨风在右 太美了 翻过这座山 最后的风景就在慢 就算我现在经济力尽 我也要过去 跟我的人生一样 永不放弃 永不自信 又被人骗了 又被人骗了 翻过那个牙口 还有一个牙口 嗯 到了 神湖啊 就这 湖 爬了我半条命 还没我家里水公子好看 恭喜我飞哥 成功下山了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飞哥 翻白眼没翻过去 雨风深呼现很简单啊 有腿就行 有腿就行啊 有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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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也来玩 真好玩 今天认识大家很开心 纵然明天各分东西 带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干杯 干杯 干杯